本日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表示 如果這項提議任命獲得批准 住民將於今年7月26日開始上任 和其他三位副總裁一起支持總裁的工作 拉格德表示 住民擁有政府、國際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場的豐富經驗 良好的管理和溝通技巧 以及對基金組織的運作熟悉 在2010年2月 IMF前總裁卡恩任命諸民為IMF總裁的特別顧問 在加入IMF前 諸民是中國人民銀行的副行長